又是我未來和大家玩玩玩具 今天想和大家玩這隻 就是由Tamashelation Bandai出的 雲霜碟限定的 Vise 裏面的一個 比較經典的 反派角色怪人 那就是 小馬哥 牧場勇仔 牧場勇子 印象中我和大家玩牧場勇子 都並不是第一次 有激情靈泰的極魂 然後有 普通形態 高積極魂 這次我和大家玩的 這隻是由真骨雕出的 我們看看這個系列 真骨雕應該算是 目前最高卡士的 6吋 假面來說 那盒就是這樣的 類似iPhone盒 第二層呢 就是配件 一個盾 一把劍 三隻 這個應該是 我不肯定是否全部都是 肩頭角還是 頭的角 但我都會和大家看看 先看配件 先看配件 那 我先近一點 那盾呢 就是這樣的 那 可以亮的 那 那些花紋細節都OK 我覺得都幾清晰 如果勾一勾少可能更漂亮 那就到那把劍了 那 都沒有什麼縮膠的現象 那 手型方面 就 不和大家介紹 手型 大家都 玩開XHF 都知道有哪類型的 那 這隻 角 應該 這一隻是頭的 這兩隻是肩頭的 那 還有一個 FICE 那個加速器 裝在手上那一塊 那 就介紹完了 配件 那我們來看看主體 主體方面 其實這隻 木場用紙 屬於幾漂亮的 但是 要小心的位置 都好多 那 我給大家看看 首先 來看看樣子 樣子來說 我是覺得漂亮 但是下面的鼻子 我覺得是不行的 我看看找什麼 給大家看看 等一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有三條類似棍的物體 太過暴露 它那個造型 那 就 頭的那裡 那隻角 就有三隻角 應該 對應 就是 大中小 類似 頭的那裡 看完我們就看看手 手的那裡 它這一個是連在這個 上臂甲 所以不會影響可動很多 但是 就有些向外露 拳頭 就是手的那裡 這三隻角 應該都很容易斷 所以大家要自己小心 踩玻璃 大概是這樣 這兩塊是軟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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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類似 那個2.0SHA的幅數體 我覺得是漂亮的 亦都是符合現在的審美觀 會不會刺激情形態 我就真的有些好奇 那隻Nexi 快士 我就沒有買 因為我覺得 快士停留在最尾 那個階段 就是普通 TV的造型 已經很漂亮 很漂亮 現在新出的 真是純粹 是懲懷 懲懷錢來的 大概就是這樣 手都是直接 這樣 拔 就換 這個球有些是偏小的 但是偏小 有偏小的 就不會容易斷 那我就不換手了 我讓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整隻的配色就是 不是銀色 叫什麼 灰色 灰奶白色 應該叫 又不算奶白 反正是灰灰蝦的色 它有了做兩種色 這隻就是深灰色 那個肩膀位 然後外面就是類似白色的灰色 就迎合那個 聰明士徒那種配色 身上的花紋 我覺得都很漂亮 尤其是兩個 三個碼頭 1 2 3 3個碼頭 大概是這樣 期待它 出海棠 和結花 我很想去出 但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估計以後再出 它應該是出考仙的那隻狼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腳腳動 腳腳動 開了一個零 這裡 還有零 也沒有問題 這裡是單獨一個球形插 所以應該有可動性 是更加比以前舊版那隻高 跟舊版那隻對比 這一隻是更加的 頭大身小 其實符合它的人類造型的TV造型 都是這樣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裡是可以動的 奇怪了 我這邊可以動 但這邊好像 我又不肯定 這邊是不是都可以動得到 奇怪了 應該都好像是要 嚇到我 我以為我撒玻璃已經斷了 然後 所以玩這些有時候很小心 它應該是類似 吳空那種扣 兩條軸 卡在一個洞裡 做成一個類似 將肩甲拉伸的可動 這樣它就會加強了很大的可動 好 你不用的時候 就把它拋回來了 這樣就完成了 大概就是這樣 好,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吧 拜拜